这是一个57岁的妇女 这一年多来她就是偶尔会发现 怎么会有一种异常秘乳 不过因为我们东方人都是比较保守 不好意思讲 这几个月慢慢她就觉得说 怎么会有头部脏痛 眼球脏痛的现象 那在最近发现怎么视力模糊 所以呢她才到我们的神经科门诊就医 检查两边的视力其实已经丧失了 这个是在视神经交叉的位置的病变 那这个地方刚好是在脑下垂体 那我们就赶快做个核磁共振的检查 发现有一个大概三公分左右的一个 秘乳激素肿瘤 那这个在医学上就称为聚秘乳激素肿瘤 因为它会往下压迫到视神经 往上压迫到这个脑室 那会造成脑水肿 那会造成生命危险 那脑下垂体就是在大脑的这个基底部 的一个线体 直径大概一公分左右 它是人体里面最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掌管全身的所有的内分泌 分泌这些荷尔蒙的所有的细胞 都有可能有一天会形成肿瘤细胞 那其中以秘乳激素 最容易形成这个秘乳激素肿瘤 会造成不孕 异常秘乳的现象 根据研究就是说 如果女性有这个异常秘乳不孕的话 其实有75% 有可能就是脑里面有秘乳激素肿瘤 妇女如果有发现异常秘乳 那合并有头痛 视力模糊的话 那很有可能这种秘乳激素肿瘤 甚至具秘乳激素肿瘤的可能 应该要尽早去看医生进一步检查 排除这些可能的危险